找人吧 找到 想要找的人都找不到 好共行做吧 自己今天就是在上班時間做 可能是收入吧 因為還沒有遇到 可能會比這個高的 為你來到探視地產可以 這個工作之前我在送外商 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為什麼想轉行當房仲 嗯 挑戰一下別的新工作吧 還有洗水 到這裡當房仲當了多久 去年12月12號來 到現在 轉行過程中有什麼挑戰 一開始 找人吧 找到 因為想要找人都找不到 啊 後來怎麼開始找到人的 開始學長覺得大概比較快 自己開始在摸索的時候 還有一點忙碌 當房仲的時候 有遇到任何改變嗎 改變 好像還沒遇到耶 還沒遇到 重心力嗎 對啊 遇到重心力嗎 沒有耶 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中間 取得平衡 會不會跟家人相聚的時間錯開 通常做吧 自己今天就是在上班時間做 可是有時候也是會遇到 頭髮狀況 然後小朋友患生病啊 然後回去帶來看醫生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就是事情做到一半 被創斷 是感覺還蠻不好的 錯開 我自己想要休假 如果休假就是換教練休假 平常是教練 現在是教練在待 休假的時候就放棚嘛 比如說在上下雪 接送 然後給他們去吃個飯 就是他們在放學的時候 到完全班過程 還是可以去吃個東西的後天啊 平常工作 最晚會到幾點 工作 這個沒有 沒有一定的時間 有時候回去的時候 還是要查一些資料 每天早上要用的 顧客建立良好的關係 對房仲來說 有多重要 還蠻重要的啊 其實有時候做久了 還是要需要做介紹 朋友介紹 親友介紹 之類的 你是怎麼跟客戶維持良好的關係 對 就 就 存在啊 傳一些 無關緊要的事情 比如說 房臨國姐 傳一個關心的信息嘛 比如說 父親節 欸 父親節快樂之類 父親節 欸 父親節又快到了 之類的 過年新年快樂 目前為止 有沒有遇過什麼奇葩 或是比較特別的需求 還沒有遇到 奇怪的憂起啊 沒有啊 是忍真慘的 有想過 會在這邊一直待下去嗎 目前來說應該是吧 因為目前所遇到的工作 尤其是 可能是收入啊 目前還沒有遇到 可能會比這個高的 當房仲 除了薪水高以外 比起外面的公司 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可能休息的時間有個固定 要找逛房休息 就算連吃飯的時間也是一樣 對 就是沒有 跟客戶沒有聯繫 或者是 每年多還是沒有見到面的時光下 自己要找時間 就是休息時間 然後吃飯時間 都是要找空檔 然後其他時間 可能吃飯之間 也要做一些無數的工作 其實 滿滿足不值的 謝謝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哦 囉 好